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连遭遇来自大洋彼汉的技术封锁 并因此导致生存发展危机 事实不止一字地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如果无法拥有技术主权 就不可能真正地当家做主 也不可能赢得未来 没有谁可以随随便变成功 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在面对固有技术封锁的时候 必然要有一段艰苦的奋斗岁月 事实上 早在中兴华为遭遇封锁 数年前 我们就已经在为拥有技术主权而位于筹谋 公元2020年6月13时上午9时43分 北斗3号第30颗组网卫星由长征3后已运载火箭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随后成功进属预定轨道 6月30日 卫星成功定点于东京110.5度赤道上空 并顺利实现有效载荷开机 遥测数据表明各有效载荷工作正常 低面接触信号正常 第30颗北斗3号收关组网卫星经过调试后 预计于7月底前后正式具备开通服务条件 此次发射标志者自1994年启动至今历时26年 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完成全球组网胜服务 北斗完成全球组网标志者 我国成功突破技术封锁 正式拥有时空基准自主权 放眼全球独立具备真意能力的国家只有两个 一个是中国的北斗 另一个就是美国的GPS 有人会问 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呢 这个问题放在后面给予解答 兵者国之大事 北斗导航迫切的国防应用需求 北斗3号第30颗收关卫星发射以来 格洛媒体针对北斗的功能解读已经有很多 但先少触及北斗导航的国防应用能功能 而事实上 想应国家需求才是北斗监视的初衷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发布的最新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报告4.0版 在第一段文字里 开宗明易得指出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 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自主建设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国家安全一词被放在了比经济社会发展 更重要的突出位置上 军事应用显然是国防安全里最重要的应用场景 每每提起导航系统的军事应用人们都会想到 它在导弹武器高精度打击作战中的应用 比如最具代表性的镇斧式巡航导弹 镇斧式巡航导弹总共经历了四代产品发展 第12代镇斧导弹并没有GPS定位组件 打击目标精度最高只有10米 在第三代镇斧导弹直输GPS定位组件后 可以在导弹飞行中断修正轨迹 结合数字影像区域 比对与惯性导航系统打击精度进一步提高至1至3米 基本实现了指哪打哪 甚至可以实施封锁楼层高度的点穴式打击 提高打击精度只是引述GPS制导的利好因素之一 单纯依赖的型匹配制导的巡航导弹无法在海洋上空飞行 因为可提供的参照物几少 导致射程急剧萎缩 而彗星导航无需依赖甚何地面参照物 即可赋予导弹更加精确的位置信息 进而辅助导弹修正轨迹延伸打击距离 提高打击精度 换句话来说 在贝都导航无法提供高精度导航服务之前 我们的常见时巡航导弹在海洋方面很难有所作为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直到第三十颗北斗收官卫星发射 我国巡航导弹才具备跨海打击能力 飞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立项一时就确立了三步骤规划 第一步建成双星有缘定位的实验系统 这一步骤已于2000年完成建成并投入使用 第二步则是由于14颗卫星组成覆盖亚太的北斗二号区域导航系统 该系统已于2012年进程投入使用 第三步就是刚刚完成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早在八年前完成北斗二号亚太区域导航系统之时 我国各型导弹武器就已经可以应用北斗导航组舰 以长剑时为例 在它亮相的年份经由两颗北斗二号卫星 显然不具备拥有能力 这一时期该型巡航导弹可以达到 战斧三代巡航导弹10米级精准水平 也足够满足精确打击需求 在长剑时衍生型电影斧石黑亮相的2015年 那一时期北斗二号早已投入亚太地区应用 该系统拥有与GPS相同的定位精度 此时就具备了应用基础与能力 可以将DF-10黑巡航导弹打击精度 提升至战斧三次带的1至3米精度水平 如今应用北斗导航的武器种类也是已丰富 比如03黑远程火箭炮应用北斗导航后 可以实现一枚开路一枚追击的新型打法 深管火炮应用的卫星制导炮弹 也已经推广全军称为制式武器 北斗反超GPS的花龙点睛之笔 静止轨道卫星发挥关键作用 卫星导航系统究竟有多大的能力 它的本事只限于人类的想象 如果认为它只能给导弹指路 那就大错特错了 除了称为各类远程打击武器的制导组件 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可以说已经深入海陆空天电所有领域 海湾战争著名的左勾拳行动中 美国第18空降军第24机械师步兵师以每天90多公里速度穿越沙漠汉海 最终整个左勾拳行动部队机动距离达274公里 在茫茫沙漠戈壁上极度缺乏各类参照部 说换低面部队在宽大正面迅速急行军 说过没有GPS是难以想象的 在战前美军就将GPS接收及配发至连击单位 即便遭遇沙尘暴极端天气定位误差也不超过5米 自古以来行军布阵就有三大历史难题 分别是在哪里 有军在哪里 敌军在哪里 这三类信息共同构成现代战争的态势感知要素 美军各作战单元通过微星导航系统确定位置信息 各侦察单元捕捉敌军位置信息 再由通信系统将位置信息上传至指挥系统 最终在态势地图上将以显现 近时时的战役战术情报 为作战策略提供直接依据 此系统被称为蓝军跟踪系统 我军则刚建立了红军跟踪系统 北斗导航系统相较于GPS系统有着更为独特的技术优势 北斗三号静止轨道 卫星采用卫星无线电导航与卫星无线电测定双重体制 不仅能无缘定位也能有缘定位 同时具备全球位置报告与短报文通讯功能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位置报告 使得我军各作战单元无需依赖单独的通讯网络 也可实现位置信息的实时加密上传 信息通信效率更高 GPS由于没有卫星无线电测定能力 所以也就无法具备捐求位置报告功能 三颗北斗三号静止轨道卫星 还可以提供精密单点定位服务 它们分别定于东京80度 东京110.5度 东京140度直到上空 翻开地图可知 这三颗卫星服务范围 西起亚洲大陆 西部与非洲东至西太平洋广大海域 在这一区域 北斗密码定位精度已经可达2.6米 全球密码定位精度也优于3.6米 全面超越GPS密码服务水平 比密码精度更高的军码定位水平 也是可想而知的 更高的定位精度 源于更多的导航卫星数量 最关键的是一点在于 北斗3号静止轨道卫星的 星机增强功能 静止轨道卫星 由于相较于地面目标的位置恒定 卫星轨道高度更高 因此具备更加强大的挡抗能力 在行军作战中 如果遇到高山峡谷地形时 GPS信号大概率会被遮挡 而北斗由于有静止轨道卫星提供遮挡能力 因此更具优势 影响战争晋升的时间主权 国产星在原子中华丽转身 北斗导航系统除了提供空间位置基准 另一大功能就是时间基准 适者如私服不舍周夜 古人用曼妙的语言 形容了无数不在的时间 时间对于当今时代的一切活动 都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军事领域 时间更是对作战胜负起着关键作用